有關即將在後天登場的日本大選 現在我們邀請陳文甲老師 來跟大家聊一聊 陳老師 我們從這幾天的新聞來看 執政的自民黨選情好像拉緊報 有一些民調指出 他就算是跟長期盟友公民黨聯手 也可能會拿不到過半的席次 為什麼這麼危險 是的 其實我們這是從日本的一個 整體的民調來看 然後顯得意見 在這次的總個眾議院的一個改選 一共四百 六十五席裡面 其實過半是兩百三十三席 那這個民調裡面 我想這是他的一個總體的 各家民調的平均值 那後來我為了讓各位聽 觀眾能夠看清楚 我把他整理了一下 那顯得意見的 這次他大概在自民黨的部分 他拿到兩百一十六席 然後那個共民黨拿到二十八席 等等這些 然後加起來一共是兩百四十四席 驚險過關 對 勉強的是兩百三三 但是我想這個民調裡面 當然有NHK 有獨賣很多這個新聞 那當然也有很慘的 也很慘的 那這平均值是這樣子 但是我是認為 他這次其實是相當的一個 一個險峻 因為畢竟很少說 這個自民黨的總裁跟先任首相喊出 只要自民 自民黨跟公民黨兩個過半 一般都是單獨過半 這是標準壓很低 對 當然壓很低 像我覺得 我記得這個 十幾年來沒這種情況 對 我記得二零二一年 這個岸田文雄在選的時候 他至少還有兩百六十一席 有 那這次看這估計起來 就是這個情況是比較 比較糟糕 已經換了新的總裁 有新的氣象 為什麼民眾還不接受 那當然其實他現在面遇了兩個 內政跟外部的因素 那內政因素 當然是現在日本經濟普遍不好 然後他雖然這個就職 一個月 將近一個月 對 他的施政選了一件 並沒有對經濟改革 有作為一個魄力 那此外他還有內部問題 是派系的問題 當初其實他能夠 這個險勝高四藻苗 是來自於 因為有些這個大佬 像譬如說這個菅義偉 像這個岸田文雄 不喜歡這個高四藻苗 所以轉了不得不 在第二輪的時候投給他 那顯了一件的這個實破帽 他當然就是在這個 所謂的一個氣保效應當選 那其實他本身 他在黨內的勢力 並不是好 而且他人員也不佳 那因此這次他擔任母雞的角色 那自然而然在這個母雞 如果說不是很出色 那自然會拖累到小雞的選情 聽起來是內憂外患 其實你剛剛給我們看的數字 只是勉強過關而已 但是這個成績也不算好看 是不是 那如果選後的話 可能有人會就責 說 為什麼選得這麼不好看 他剛剛坐上這個首相的位置 會不會就坐不久了 那當然如果是這次呢 當然馬上我們禮拜天才會開票嘛 那顯了一件 如果說他這次選情不好 那自然而然呢 就會產生跛腳的問題 比如說你如果沒有過 沒有這個所謂的過半的話 那當然你在整個一個國會裡面的一個表決 什麼都會受到很大的挫敗 甚至被這個在野黨 像一些民主黨 微信會這些來做一個加持 所以他當然就沒法去這個 沒法去施政 那此外呢 他 因為這個這個沒法去施政過程中 他自然而然就會損 損失到他的一個微信 那加上派系之間 可能大家這個眉心這個勾心鬥角 那顯了一件 大家希望趕快下來 那這樣也會造成內部的不團結 那當然他還有這個 他穩定性 如果說還是不穩的話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短面的 一個總裁以及首相 這個挑戰是非常的多 這是他個人的部分 還有這個黨的部分 如果自民黨 他這一次跟公民黨加起來 都還沒有過半的話 也就是比你剛剛這個數字 還要更不理想的情況 他就必須要跟其他比較小的政黨組成聯盟 那這種情況下 對日本整個政治和經濟又會有什麼影響 我想說從這個安倍晉三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開始就任到現在 其實日本都是有這個自民黨 他長期的一個在國會佔多數 所以他施政是比較容易 但是呢 儘管這麼多國會的議員 儘管他掌握這麼多喜事 還是有些成績 還是很不理想 包括經濟也搞得很差 那這種情況就沒辦法了 何況他現在面臨這個國會的一個跛腳 其實他也很難推 就內憂外患 他想要推的一些什麼貨幣政策 也推不動 因為畢竟 他每個政黨都有政黨的角色 跟他們的立場 然後如果說你要去 硬是要去 去迎合這些小黨 那自然而然的 你會讓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政策呢 你的效率就會降低 那此外你的政治穩定 就會受到影響 那自然而然的呢 他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會受制於小黨 而不能制於小黨 那老師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這個自民黨 長期跟臺灣友好 如果有其他的小黨 加進來執政的話 對臺日關係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日本 對臺灣的這個友好 甚至這個關聯性 其實都非常緊密 是一種結構性 是一個結構性的緊密 然後此外 我最近一本書 就寫到臺日關係 講到臺日 畢竟有美日的 就是有美國的一個引領 那加上臺灣跟日本之間地緣 有科技 有民主 然後還有友情的一個五型 五體的連結 我想這個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而且現在好像還有一個共同的 受到威脅的一個對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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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這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中國 是這樣 你覺得在未來 不管是不是自民黨執政 這個臺日雙方政府 只會關係更加緊密 那當然 當然是的 好 非常謝謝陳老師的分析